大家還記得第一集嗎? 呵呵 你們知道第一集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嗎? 第一集 我剛看了一下我的那個紀錄表 第一集的時間是在六年前 真的好久喔 我六年前 然後 這款遊戲 簡單粗暴 真簡單粗暴 我講第一代的故事就好了 我們現在這個畫面上這個拿著斧頭的女孩子 就到一個廢屋 一個傳說中有一個殺人魔的一個屋子 好 就要去探險還是怎樣 還是被慫恿進去我忘記了 誰知道 他們一轉頭那殺人魔就在 那個他們的背後 男主還是他的朋友 就把這個女主 那個房子有一個洞 他把他推下去 推下去不是要害他 而是說為了要救他 因為殺人魔就在後面 還不如就把你推下去這樣子 然後掉下去以後 要逃離這個殺人魔的房子 就是這個故事的主軸 嗯 第一代 第一代 就是順利逃離 然後有一個隱藏結局 就是 這個女主拿到一個神奇的道具 然後反殺殺人魔 但是那個是比較有趣的劇情 嗯 那第二代 是不是也是這個樣子 還是續作 我就不知道了 紅包拿來 紅包沒有 紅包是二月的事情 這個跨年沒有紅包啦 我在洗衣服 你們沒聽到洗衣服的聲音 艾琳 這個 這個 這個艾琳好熟悉啊 好像在模擬之家的女主角 也是這個樣子 喂 星星 喔 腳 欸 這個女生 又回來了耶 就是我們的畫面上那個女主角 啊 這個綠色眼睛的女生看起來有點刻薄 感覺會陷害我 幹嘛站著發呆呢 你啊 別站在後面了 去大家前面吧 煩死人了 感覺我要被推進去耶 我要被霸凌了 點頭 欸我被陷害耶 感覺 欸 這看起來有點像 有點壞壞的男生 這裡就是那個 傳聞中的地方嘛 看起來 嗯 挺像一回事的 他說比想像中還有可怕 那麼 現在怎麼辦呢 完了 要回去什麼的根本說不出口啊 看來就是一個 喜歡裝裝的樣子 就是感覺自己像老大的人 但是遇到事情 自己也不敢去處理 露凱斯 我 我好害怕喔 沒關係啦 反正大家都在嘛 露凱斯 如果發生什麼事的話 你就要保護我喔 感覺怪怪的 當然了 慘了 現在想要回去也回不去了 謝謝露凱斯 謝謝你喔 你們兩個好像有點酸臭味喔 還是我想太多 喔 這個綠色頭髮的看起來 就比較 相對正直一點 相對 那麼 要怎麼做呢 全部人 都進去確認嗎 還是不要吧 都進去了吧 大家看來他是一個 做死的人 為什麼 因為恐怖小說都有寫啊 全部人都進去之後 被囚禁在建築物裡面的定律 欸你們不要打破第三面牆好不好 嗯 呃 我 我有聽說過啦 艾馬好厲害喔 艾馬 她叫艾馬 那 怎麼辦呢 首先 只要讓一個人先進去就好啦 欸 不會吧 欸對 確認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嘛 對不對 但是 只讓一個人進去 我 所以 我排除 我墊後 哈哈哈 你們先走 我在後面挺你們 哈哈哈 我也很害怕 所以 所以 真是的 這麼一來 不就只有我嗎 奧利弗不去也可以喔 蛤 不是還有一個 更適合的人嗎 欸 艾馬 你 欸這個一點對 好像他對兩個男生有點 蛤 進去 確認一下吧 雖然我的本命是路凱斯 但我對奧利弗也有些興趣 你很愛是呢 哈哈 怪是個綠茶 救命 幹嘛 有什麼不滿的嗎 那就拜託你了 哼 這女的 就讓我火大 不給她一點 留言 搞點留言 可是不行的 想害她被嚇嗎 愛玲講說 她很樂意喔 這樣嗎 那我就放心了 欸 快點進去確認啦 欸 我 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但是 不想去的話 就說出來沒關係 她戀紅 她戀紅是什麼意思 還有 這是 我為了護身 拿過來的柴刀 你要嗎 搖頭 有點頭 搖頭 搖頭什麼意思 這樣啊 欸 我們的女主是 這個是延續一代嗎 我們的女主好像變得很堅強欸 那麼 我們接下來就等著看吧 是啊 什麼東西 哇 沙樂魔 什麼東西 哇 沙樂魔 紫毛死掉了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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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這 這 這是什麼 啊 啊 艾瑪 啊 啊 喔喔喔 哇 哇 閃避點滿 啊 喂 假命巨人 你到底要做什麼 啊 跑掉了 欸 這是第一代的劇情嗎 哈哈 欸 艾瑪 欸 蠻不錯的 這是第一代的前面那個段的劇情吧 是嗎 你現在才寫警語 剛剛已經讀下去了 你才寫警語 是什麼意思 哈哈哈哈 喔原來這是第一代的劇情 對對對 所以 所以她跑進去然後把那個 艾琳推下去 喔 這是艾琳逃出來 拿到 神級道具的時候吧 一年後 是嗎 王都石王學員 好難念 那麼 今天的課就送到這裡了 回家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喔 特別是最近 王都收到了很多 關於魔獸的目擊情報 好 雖說 王都騎士團的成員 已經開始在這附近巡邏了 但 魔獸出目的原因 還未知呢 所以要注意 不要走小路或人少的地方喔 還有 我一直強調的 絕對不要靠近貧民窟 大家還沒有聽老師 老師講完就走是怎樣 哈哈哈哈 欸打招呼一下 好了回家吧 最近 經常聽說 有人在這條地上 看到魔獸呢 現在也沒有查清楚 怎麼一回事 反正跟我沒有關係 回去吧 欸 怎麼他還在喔 這家會還在耶 那是什麼 笑死我了 對吧對吧 對啊 就是啊 又是那群 討人厭煩的貴族 說起來 高二那政的課 基本上 是和那傳言中的女人一起 真太糟糕了 那政 名叫 艾瑪的上流階級的高二女生 再加上她還是大貴族懷特家的女兒 而且 估計 大部分人都沒有注意到 那傢伙 其實是個腹黑女 唉 該說是女王大人的樣子 唉 更像是獨裁者呢 感覺兩邊都不太像 唉 老實說 要是沒有什麼大事的話 我絕對不要跟他扯上關係 回去吧 啊 才說 唉唷欸 艾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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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來看 成長點 他一共給我們20個 Nice 不過有幾個結局 我們下次再去思考 好 確認件 這不用理她 她就沒活著 這個女生是二年級的第一名 是個成績優秀的一等生 名字叫做阿瑪莉雅 從初中開始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分在同一班 不過從中學開始就沒有怎麼說過話了 話說回來我和這裡的人都沒怎麼說過話呢 我有一個很好奇的事情 我先看完這個 她好像和老師聊得很投入 不要打擾我比較好 不過就算我過去搭話也只會被無視吧 說到底我和她沒什麼緣分趕快回去吧 這個人有點腹黑腹黑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這男主有會讓女生臉紅的感覺嗎 男A 艾瑪真的好可愛喔 對啊實在太可愛了 但是大概是一年前吧 當時有一個很不好的傳聞你知道嗎 欸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知道一年前的這個時候 艾瑪她向學校請了一個月的假嗎 欸我不知道啊 第一次聽說欸 是生病了嗎 她本人好像是因為身體不適 但是我不這麼認為欸 欸怎麼說 不管怎麼說 一年前這個時候的那三個人的事 你應該知道吧 啊我知道啊 那三個人好像都失蹤了 名字好像是 凱露斯奧利弗 還有一個女孩子叫什麼的 對啊總之就是三個人 那麼 艾瑪跟這三個人有什麼關聯嗎 其實啊 我一年前跟艾瑪去了同樣的班級 上課的時候基本都在一起 然後 有兩個男生 和艾瑪的關係特別好 欸 不會吧 那兩個人是 就是凱露斯跟奧利弗 這樣的話 不 嗯 那另外一個女生和艾瑪的關係是 這個 這個 那個孩子跟艾瑪的關係也很好嗎 抱歉 果然還是沒什麼關係 哈哈 什麼意思 你們到底要 你們 你們聊天是這樣聊的是不是 喂喂喂 你怎麼能現在停下來啊 好 看著他不想聽八卦 最近爭亂了 我家不僅有大游泳池 而且院子很大喔 而且 到了派對那天 還會有很多人來招待你們 所以 那個 我想邀請 提前跟你打招呼 看怎麼樣呢 好啊 請務必讓我參加那個派對 哈哈 怎麼了 我想住一晚 可以嗎 當然了 那 那個 如果你願意的話 啊啊 到時候那個 可惡啊 死線衝都給我爆炸吧 哈哈哈 氣死我了 氣死我了 死線衝 欸不叫線衝 氣死我了 哈哈哈 唉我只是個學生 明明學習就已經夠累了 老了我吧 再加上 身份地位的差距 平民的日子也不好過呢 而且 而且 這所學校 七成都是這種 都這種貴族 我上的課 還都和大貴族愛馬差不多 唉算 回去吧 趕緊回去 學習跟睡覺吧 喔 先存檔 真的欸 你真的 嘖 你真的是 這個 好久沒有操縱這種 平淡無奇的角色 真的 這要怎麼演下去啊 這有什麼事嗎 怎麼這麼多人 那條路 是我要回家要走的路呢 好多對話 聽聞是像蜘蛛一樣的魔獸 小超多的魔獸很難對付 欸我記得我們的封面 欸對右邊那個是蜘蛛 跟我想的沒錯 那這隻蜘蛛 之後會出現在我們的 遊戲裡面 剛才那條路人好多 走不過去呢 是啊 欸 那兩個男的好像跟我們同班吧 所以說愛馬也是 欸 話說回來 這條路真的沒問題嗎 沒問題 這條路絕對沒問題的 真的嗎 他臉紅是什麼意思 放心吧愛馬 我的屋下都調查過了 一定都沒問題的 嗯 怎麼有點澀澀的氛圍 嗯 奇怪了 我記得這前面是死路啊 也就是說 啊 我 那兩個男的 可是有 和各種各樣的女人搞在一起的傳聞啊 不過 那個女的 估計也不知道這些事吧 嗯 哼 自己的快樂 就是要建築在他人痛苦之上啊 我一直想這麼說一次來著 現在終於說出來了 啊 看熱鬧 欸 話說 他們不是都貴族嗎 為什麼連保鏢或隨眾都沒用呢 這也太不小心了 算了 算了 稍微跟上去看看 哎呀 艾貝爾啊 果然是一個好奇寶寶 多麼一樣 嗯 要色色了嗎 啊嘞 這條路 原先是這個樣子的嗎 我怎麼記得 死路呢 隨便吧 欸 鐵管 總之先拿著吧 哈哈哈哈哈哈 正常情況下 你至好是看到鐵管會不會拿啦 你千萬問我要不要拿好不好 找到了 等 等等 你們想幹嘛 別這樣好嗎 青 青髮男 我剛剛看成發情男嚇死我了 我想說 哇這個遊戲那麼開放啊 想說發情男是什麼意思 青髮男 媽 這樣不好嗎 愛麻將 金髮男 放心啦 我不會弄透你的 不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 我可是懷特家的貴族耶 你明白嗎 他們可是絕對不會放過你們的 呵呵呵 愛麻想要威脅我們嗎 我很遺憾喔 那可是行不通的 沒事的沒事的 放心啦 我們不是好朋友嗎 而且啊愛麻 你之前不是說過了 想找個男朋友嗎 對啊對啊 我們對愛麻來說 不是正適合嗎 我們 我們是什麼意思 我想說的 不是那種事 媽 夠了 欸 愛麻將 差不多該過來了吧 不會做什麼過分的事情 不會做什麼過分的事情 對啊 只是稍微和我們 嗯 坐一下而已嘛 是不是 之前 居然還有點相信你們 我可真是個笨蛋 真是太噁心了 啊 早知道會這樣的話 我就帶個保鏢就好了 怎麼辦 這樣的話 不就跟一年前一模一樣了嗎 手夠了 為什麼我就是不長記性呢 那個 我求你們了 不要做這種事好嗎 比起這個 我 我更想去購物喔 我 對對了 我們下次一起去海邊吧 我 我買了很可愛的泳裝喔 不想沙灘上 看我穿泳裝的樣子嗎 哈哈 只是憧憬 不壞 你看活著 我真是很痛苦 好 那你關在這來呢 不利用海外奔任何魚 不利用海外奔任何魚 從海外奔任何魚 這是有海外奔任何魚 是一個渾水的 不過這裡的話還是去幫幫她吧 想想挺可憐的 不要 她可是一個大綠茶耶 而且這也是像大貴族懷特家賣人錢的機會啊 不過該怎麼幫她呢 畢竟那兩個男的也是貴族 你不能直接用這個鐵罐直接敲他們啊 而且這個也好沉 打在頭上的話 弄不好容易把他們打死呢 話是這麼說 不過對方也是兩個人 下手太輕的話 好像會被認出來 欸不不 下手太輕的話好像容易被打回來 而且我之前不要在小劇場裡 要不要幫你不幫就算了 可是連吵架都沒有過 怎麼辦呢 如果 是像理論中那樣 用強硬的態度 說服他們的話 我會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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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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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也閃過蜘蛛是不是 不 不要 哇 又死一個 對 我被鐵門嚇到 我不是被蜘蛛嚇到 BGM 哇 不 不要 等等 冷靜一下 不要想 什麼都不要想 總是動起來 快點動起來 喔 我們男主什麼時候那麼帥氣 哇 喂 就現在 快跑 呃 呃 腳 腳動不了了 可惡 呃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好痛好痛好痛 哈哈哈哈 他們掉到鐵板上面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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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